现在看到的这些正是鲁鱼的幼鸟 他们吃的食物都是工人精心配置的 经过9981天饲养 这时的鲁鱼已经到了成熟期 现在就可以送进工厂进行加工 首先将大量的碎冰倒进鲁鱼池里 是为了让其失去知觉保持肉的新鲜 此时工人将鲁鱼放在操作线上 由两组刀片将腹部切开 接下来的机器会剔除内脏 这时喷水的毛刷会冲洗掉鲁鱼的血水 下面一部工人会把他的头固定在案板上 用它那熟练的刀法剔掉鱼骨和头部 此时将鰻鱼肉放进带有称重器的传送托盘内 托盘会把不同重量的鱼肉分类 越重的鱼肉品质越好 这时工人会去掉鱼皮和残留物 处理好的鱼肉整齐地放到传送机上 通过传送机的传送来到了烘烤环节 此时工人会将鱼肉进行翻面 将100度的水喷洒在鱼身上 使其烫熟 这个程序是为了保留鱼肉新鲜 这时就会来到拥有酱料的池子里 现在看到的鱼肉金灿灿的色泽诱人 此时的鰻鱼肉就可以封装打包了 届时送往全国各地的餐桌 进行品尝